学佛修行不要追求神通 没错 以追求神通作为动机出发点 那是不正确的 那很容易落在外道或者魔障 这个魔来给你通一下 鬼来给你通一下 很容易的 诱惑你 你看在以前中部某个现世 一个做美法的女孩子 她在给人做头发 做着做着她的耳朵开始 听到密封拍翅膀 震动的嗡嗡的低频的声音 慢慢越来越清楚 她心静下来 在跟她讲话 在跟她讲什么 今天店门还没开以前 那声音就来 就是你今天会有几个客人 第一个客人 都有胃病 第二个客人 她要离婚 第三个客人 他们家最近如何如何 就这样跟她讲 她刚开始就觉得很意外 就这样观察 真的跟那个声音讲的一样 她觉得好准确 没有学佛对不对 就依赖这个声音 然后她在做头发的时候 就会试探性给人家 你胃痛吗 你怎么知道 你是医生啊 没有啦 我猜的 就是什么事都跟她讲的很准确 还会给人家开导 然后越来越有信心 都讲的都对 生意变很好 不但会做头发 还会给人家讲这些神通感应的事情 当她这个生意变好 赚很多钱的时候 那就要付出代价了 有一天那个声音就跟她说 我去你们家后面那个乱葬缸 第几个土堆 你去帮我盖个小庙行不行 那是鬼来的 那就是跟他有缘的鬼找上他的 他那时候才吓一大跳 那你说这种事情 生意又会变好 帮我们赚了钱 我们帮他盖个小庙又如何 这么简单啊 你有没有听过 请神容易送神难 那请鬼容易呢 送鬼就简单了 你既然帮他盖了个庙 他会不会说 哎呀 这是感谢你 我们缘分到此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他不会啊 那他有第二件事情 有第三件事情 最后你就落在他的鬼道的境界 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你跟他造的都是一些 跟他有因缘很深的事情 你跟他有因缘很深的事情